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很高糖分 这个很高人工色素 这个就健康了 来 我们去吃 protein ice cream 你还在这里 哦 你以为这个ice cream 是要出去外面买的是吗 不用担心 这个ice cream 在家里都可以自己做啦 不懂怎样做 没问题 跟我一起去 我的厨房 做这个 protein ice cream 嘛 好 来吧 来吧 我来吧 来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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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来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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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它有我们很熟悉的那种chocolate mousse的那种味道 连而不腻 爱吃巧克力 又怕肥的女生或者男生们呢 都非常适合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再品尝这个 很有马来西亚风味的奶茶 protein ice cream 啦 嗯 说真的 如果你是一个马来西亚人的话 你一定会relate到这个味道 它简直就是跟我们妈妈当里面奶茶的味道一模一样 重点是这个ice cream 呢 它已经有这个很浓缩的这个奶茶味 但是又不甜 因为都没有添加任何的这个糖分 所以对于一些喜欢去妈妈当叫奶茶喝的人呢 这个 protein ice cream 你真的不能错过哦 所以今天的protein ice cream食谱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在这个视频里面给我一个点赞哦 然后留言让我知道说 诶 你今天做的这个protein ice cream好不好吃啊 也可以分享给你一些爱吃冰淇淋又怕肥的朋友呢 尝试一下这样子的protein ice cream食谱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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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